诈骗集团诱骗手法再升级 这次老千先是自编自导自言 一出无人认领包裹的戏码 指控霹雳仪宝一名六旬妇女涉及洗黑钱 迫使害怕的受害者听从指示 交上了五万五千令吉所谓的协助调查费用 最终一切都是个骗局 来自霹雳仪宝69岁的钟太太 今天在行动党仪宝东区国会议员 黄家和的政治秘书张迪祥陪同下 召开记者会表示 在这个月八号 他接获一通声称来自邮政局的电话 指他没有认领一个从刮拉登家楼邮寄的包裹 里头有大马卡和信用卡 在施主表明疑惑后 对方便将电话转到所谓的刮登邮政局 对方问了类似问题后 钟太太表示要报案 对方便将电话转接到所谓的刮登警局 接电话的警员提出一连串问题后 指责他提供银行户头给某男子洗黑钱 以便获得10%佣金 并表示会在下午6点逮捕他 对方随后以协助政府调查为名 要求惊慌失措的市主 分三次把5万5千令吉 汇款到指定银行户头 完成后 贪婪的老千再以保证金的名义 要求市主再汇款3万令吉 首先我和我女儿借了 问我女儿多少 尽量帮我拿 我女儿过了2,500给我 然后我自己有多少 我抽到3,000元 才说了 我现在已经是 我再给你到6点半 那时候到4点半 再给你到6点半 你再筹 就是show你的effort 就是看你筹得多少 我和朋友借 对方声称会把收据寄给他 要他等消息 然而市主苦等多时都没有消息 又一直联系不上对方 这才惊觉大事不妙 最后在表妹建议下报警备案 张迪祥出请警方尽快调查 避免类似事件再发生 但钟太太被骗走到5万5千令吉 恐怕是要不回来了 谢谢大家